微诚 时 作者 钱钟书 朗读者 陈颂无声 天气渐转晴朗 而方鸿健因为早晨的电话 兴致大减 觉得这样好日子称呼不起 仿佛膨胀要瘫下来 苏小姐无疑的在捣乱 他不来更好 只剩自己跟唐小姐两人 可是没有第三者 唐小姐肯来吗 昨天没向他要住址和电话号数 无法问他知道不知道 苏小姐今晚不来 苏小姐准会通知他 假使他就托苏小姐转告也不来呢 那就糟透了 他在银行里帮王主任管文书 今天满腹心事 你的信稿子里出了几处毛病 王主任动笔替他改了 呵呵笑说 呵呵 红健兄啊 咱们老公时的眼光不错呀 到六点多钟 唐小姐毫无阴性 他慌起来了 又不敢打电话问苏小姐 七点左右 一个人样样的躲到峨眉春 要了间房间 预备等他一个半钟头 到时唐小姐还不来 只好独吃 他虽然耐心等着 早已不敢希望 点了一支烟 又纳灭了 晚上凉 不好打开窗子 怕满屋烟味 唐小姐不爱闻 他把带到银行里 偷空看的书翻开 每个字都认识 没依据有意义 听见外面跑堂招呼客人的声音 心就直提上来 约他们是七点半 看表才七点四十分 绝不会这时候到 忽然 门脸揭开 跑堂站在一旁 进来了唐小姐 红剑心里不是快乐 而是感激 招呼后道 扫兴得很 苏小姐今天不能来 我知道 我也显得不来 给你打电话没打通 我感谢电话公司 希望它营业发达 电线忙得这种临时变卦的电话都打不通 你是不是打到银行里去的 不 打到你府上去的 是这么一回事 一清早 表姐就来电话说 她今天不来吃晚饭 已经通知你了 我说 那么我也不来 她要我自己给你讲 把你的电话号数告诉了我 我遥通电话 问 是不是方公馆 那面一个女人声音 打着你们家乡话说 哎 我学都学不来 说 我们这儿是州公馆 只有一个姓方的住在这儿 你是不是苏小姐 要找方红剑 红剑出门了 等她回来 我叫她打电话给你 苏小姐 有空到射间来玩啊 红剑常讲起 你是财貌双全 一口气讲下去 我要分辨也插不进嘴 我想着迷堂灌错了耳朵 便不客气把听筒挂上了 这一位是谁啊 这就是我亲戚周太太 比银行的总经理夫人 你表姐在我出门前刚来过电话 所以 周太太以为又是她打的 哎呦 不得了 她一定要错怪我表姐无礼了 我听筒挂上不到五分钟 表姐又来电话 问我给你讲了没有 我说你不在家 她就把你银行里的电话号数又告诉我 我想你那时候也许还在路上 索性等一会儿再打 谁知道 十五分钟以后 表姐第三次来电话 我有点生气了 她知道我还没有给你通话 所以我快打电话 说趁早你还没有订座 我说订了座就去吃 有什么大关系 她说不好 叫我上她家去吃晚饭 我回她说我也不舒服 什么地方都不去 后来想想啊 表姐太可笑了 我偏来吃你的饭 所以啊 电话没有打 洪剑道 唐小姐啊 你今天简直是救苦救难 不但赏面子 我做主人的感激不尽 以后要好好地多请几次 请的客一个都不来 就无意主人在社交生活上被判死刑 今天显透了 方洪剑点了五六个人吃的菜 唐小姐问 有旁的客人没有 两个人怎吃得下这许多东西 方洪剑说 菜并不多 唐小姐道 你昨天看我没吃点心 是不是今天要试验我 吃不吃东西 洪剑知道她不是装娇样的女人 在宴会上把嘴收束的像眼药水瓶口那样小 回答说 我吃这馆子是第一次 拿不吻什么菜最配胃口 多点两样 尝试的范围广些 这样不好吃 还有那一样 不知饿了你 这不是吃菜 这像神农长白草了 不太浪费吗 也许一切男人都喜欢在陌生的女人面前浪费 也许 可是并不在一切陌生的女人面前 只在傻女人面前 是不是啊 这话我不懂 女人不傻 绝不因为男人浪费百阔而对她有好印象 可是 你放心 女人全是傻的 恰好是男人所希望的那样傻 不多不少 洪剑不知道这些话是出于她的天真直率 还是她表姐所谓手段老辣 到菜上了 两人吃着 洪剑向她要住址 请她写在自己带着看的那本书和空页上 因为她从来不爱戴既是小册子 她看她写着电话号数 便说 我绝不给你通电话 我最狠朋友间通电话 宁可写信 唐小姐 对了 我也有这样感觉 做的朋友应当彼此爱见面 通个电话就算接触过了 可是面没有见 所说的话又不能像信那样留着反复看几遍 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 吝啬人的通信 最不够朋友 并且 你注意到吗 一个人的声音 往往在电话里变得认不出 变得难听 唐小姐 你说的痛快 我住在周家 房门口就是一家电话 每天吵得头痛 常常最不合理的时候 想半夜清早 还有电话来 真讨厌 亏得电视没普遍利用 否则更不得了 你在澡盆里 被窝里 都有人来窥看了 教育越普遍 而写信的人越少 并非商业上的药物 大家还是怕写信 宁可打电话 我想 这因为写信容易出丑 地位很高 讲话很体面的人 往往比动不来 可是 电话可以省掉面目可增着的拜访 文理不通的的写信 也算是个功德无量的发明 方洪健谈得高兴 又要劝唐小姐吃 自己反吃的很少 到吃完水果 才九点钟 唐小姐要走 洪健不敢留她 算过账 吩咐跑当打电话 到汽车行放辆车来 让唐小姐坐了回家 他告诉她 自己答应苏小姐明天去忘病 问她去不去 她说她也许去 可是 她不信苏小姐真害病 洪健道 咱们的吃饭 要不要告诉她 为什么不告诉她呀 不 不 我刚才发脾气 对她讲过 今天什么地方都不去的 好 随你斟酌吧 反正你要下银行办公室才去 我去的更迟一点 我后天想到府上来拜访 不挡价吗 非常欢迎 就只涉监局促得很 不比表姐家的大花园洋房 你不嫌简陋 请管来 洪健说 老伯可以见见吗 唐小姐笑道 你除非有法律问题要请教她 并且 她常在她的法律事务所里 到老晚才回来 爸爸妈妈对我姐妹们绝对信任 从不干涉 不检定我们的朋友 说着 汽车来了 洪健送她上车 在回家的洋车里 像今天真是意外的圆满 可是唐小姐临了 我们的朋友那一句 又是她做酸泼醋的理想里 因有一大群大男孩子 围绕着唐小姐 唐小姐到家里 她父母都打趣她说 叫几明星回来了 她回房间正换衣服 女佣人来说 苏小姐来电话 唐小姐下去街 到半楼梯 念头一转 不下去了 吩咐佣人去回话道 小姐不舒服 早睡了 唐小姐气愤的想 这准是表姐来查探 自己是否在家 她太欺负人了 方红健又不是她的 要她这样看管着 表姐欲这样干预 自己偏让她亲近 自己绝不会爱方红健 爱是又曲折又伟大的情感 绝非那么轻易简单 假使这样就会爱上一个人 那么 爱情容易的使自己不相信 容易的使自己不心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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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